我们有很多运动员确实对乒乓球非常的热爱 包括我们的很多教练 考了一辈子乒乓球 这仍然是非常的热爱这个四业 就是这么的付出这么的投入 他们还是轻轻恳恳 始终在为国家这个乒乓球四业 在做出自己的贡献 包括省市的很多教练员也是如此 对 这两个右手配双打 就是可能稍微吃力一些 在跑位的时候 双方要给对方来让这个位置 打完一把要转一个圈 这样以便于第二个选手能够插到前面去 现在是第二局 10比8 山明杰和张建设领先两分 第一局先胜 第二局的比赛呢是无锡 俱乐部的赛 山明杰和张建2比0 领先于马林和高里泽 好 我们继续来看这场双打第三局的比赛 前两局江苏队先胜 其实这个前两局黄领队我们都没有想到 就是说 两个右手就是山明杰和张建能够2比0领先 因为从搭配上来看呢 这个马林和高里泽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搭配 而且这两个人双打本身都好 对 这香港 中国香港队的时候 这个李静和高里泽的双打配得他们很好的 获得了奥运会的亚军 那马林和陈启也是获得奥运会冠军 按道理讲他们 但是实际上换了一个人他的球路啊他的这种 呃 击球的时间啊都还是不一样 所以也要一个磨合的一个过程 同时刚才我们特别谈到了就是运动员在架到各个俱乐部 他和这个各俱乐部地方的运动员教练在感情上都要有一个磨合的时间 原来这个马林和高里泽都来自广东队 他们也曾经一起打过全国比赛这样 今天又能够在这种超级联赛当中配合打双打 其实是应该配得很好的 对 但我我知道这个打双打的时候 可能有的时候啊作为主力 一些世界冠军和相对比自己弱一点的人配双打 会有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因素 就是你要特别做好就是说你的搭档的 你的和你配双打这名选手一些思想工作 就一定要鼓励安慰或者是说表现出一种高姿态 无所谓就不要太太重把这个比赛 以便呢就是经常会引起和他配双打的这名选手 一个很大的心理上的一些因素 就是压力 对 那有些选手省里的一些队员就说 我很怕跟这个很怕跟王楠配双打 或者我很怕跟马林配双打 都有这种感觉 其实是他们自己心理上觉得这个知名一些运动员 所以关键的还是要看这个 或者说以为主或成绩好这个运动员 他的作用是很关键的 他怎么去带去就像你刚才说的 就是说不要过多的指责 而是更多的鼓励 或者说在技术上更多的你们把那些经验 再传授给他 这样两个人慢慢的就就他 另外一个人就有自信了 对这样就配合就比较有默契 好球 现在第三局打成了10比4 马林和高丽泽呢 在第三局有了新的起色 第三局的比赛 马林高丽泽去10比5翻回了一局 这场双打比赛应该说还没有真正能够叫上进 打起来 实际上今天就比赛比赛 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看2006年鲁能碑 中国乒乓球俱乐部的超级联赛 这场陕西银河对无锡江南电缆的比赛 已经达到了第三场的双打 那么在前三局呢 马林和高丽泽是以1比2落后于 山明杰和瞻见 这是第四局 漂亮 这场比赛应该说还是要从马林身上找突破 就是说马林呢他必须要有一个特别 就是说他特别突出的一些技术 要不然他这个和高丽泽的双打就看不出什么好来 因为两个人都是纸板 如果全是控制 没有进攻 没有变化 就觉得比较平淡的话 就是你再优秀的纸板选手 在比赛当中也写不出太好的一些技术 漂亮 其实现在的超级联赛基本上都是这个双打 是以这个自我的一些实力为主要的 当然配合呢 他要在比赛当中去摸索 因为这个双打的比赛 他不像这个准备式兵赛奥运会 他是系统的这么练 他也不练 他就到了超级联赛完了以后 说这场我和你配 或者和他配 对 所以要看个人技术 所以呢 这个超级联赛这种赛制啊 这个我们一种要去试一下 就是说不断的在这种流动当中 在这种不断的比赛当中 去寻找这种 包括说双打的配对啊 包括自己每一场的这种控制啊 去磨练自己 这就能起到了我们超级联赛 真正的一种作用 双方这局比赛 应该说是这四局比赛当中 这个比分啊 从场上的一些情况 是咬得最紧的 比赛往往都是在第三局 第四局 我觉得真正的双方运动员 就使服了劲来 开始叫人进 开局 也有一个这个场上的适应 包括发挥的稳定 是否稳定 各方面的一些 经济因素会导致这个比分 可能他领先两局 你领先两局 什么样情况都可能发生 但第三第四局